蠻九在结束南京的参访行程之后 最后一个行程是跟江苏省委书记参序 蠻九在致辞的时候有意无意间 提到了这段往事跟这个敏感的头衔 看来行李如一的场合却隐约引爆了正名大战 江苏省委书记姓长欣也立刻表明立场 蠻九这一次造访大陆 引发台湾内部正反不一的评价 既要兼顾前援手的身份 又要顾全主人的颜面 这种言语上的交锋 难保不在别的场合会继续上演 这么多的评价 我相信这些练编写的带来 我相信这个练编写的带来 感谢观看